大家好 現在為您介紹圓鋼十五攝影機的妙用 各位老師 你又常常在今年年月的教學當中 發現你又要寫黑板 然後肩膀會疼痛 那我在聯合報今年的教師節專刊裡面 發現老師說 常常有個報導寫說 今年寫月的寫黑板 發現會有五時間肩膀疼痛的情況 那我來教老師解決這樣很好的問題 怎麼做呢?很簡單 你只要準備一張像這樣子的白紙 然後準備一張 準備一支牽字筆 然後把你的白紙呢 放在像這樣子十五攝影機的鏡頭底下 然後你就可以代替你的黑板 直接在上面做你要任何的書寫的一個板書的教學 比如說你就可以直接在上面直接寫字 那我現在就寫的圓鋼兩個字 各位老師你會發現 在這張白紙上面這個字體是非常非常小的 可是透過十五攝影機放大的效果 你會發現你的字體是很容易 而且很清楚可以讓小朋友看到的 所以呢 如果說萬一你今天不想要再洗粉筆灰 或者是說也不想讓小朋友洗粉筆灰的時候 你就可以利用這個方式來代替你的版書 那再來在國文課的時候啊 很多老師也會利用這個十五攝影機 十五攝影機教學 那比如說他們把他要教學筆順的時候 怕小朋友看不到 或者是他在書寫黑板的時候 怕他在書寫的時候 身體打到他寫字的位置 所以呢 他就利用把他的那個寫字本 洗滴本放在十五攝影機底下 一筆一畫的 教小朋友做筆順的教學 那因為透過放大的效果 那他也會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那在國文的領域方面呢 還有很多老師習慣怎麼教學 就是說他在上書法課的時候 那往往啊 在手上的項目是宣字 我們在教學書法的時候 都要貼在黑板上 然後一邊寫可能會一邊低 會非常的辛苦 那或者是說我們要請小朋友 各邊的到我們的桌子旁邊 看示範 可是這樣子也是會非常沒有效率 現在老師教學書法 就把這個宣字 直接放在十五攝影機的鏡頭底下 然後把他的毛筆拿出來 然後直接在十五攝影機的鏡頭底下 做毛筆示範的教學 比如說我現在要寫這個公字 我的每一筆的一筆一畫 每個筆順 小朋友透過十五攝影機放大的功能 他會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甚至我的握筆 筆觸 都會很清楚的讓小朋友都看得到 重要的是這樣的學習的過程 小朋友是坐在他自己的位置上 同步學習的 老師你寫一筆 他跟著在他的座位上也寫一筆 效率是特別高的 更何況我們十五攝影機 還可以有拍照的功能 你可以把像這樣子的教學的歷程 馬上隨時隨地的把它拍到下來 然後就變成你教學的電子檔 可以提供小朋友來做複習 然後冷氣一下 然後讓大家穿一張 再來一次 還有小朋友 請坐在一起 謝謝 沒了 好 可以